哈喽,欢迎来到小小养生 我们是君以希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 关于饮料的健康误区 很多人都认为在热天的时候 喝冷饮或冷饮料 能够痛快解渴 能消耗不少的热量 但这个是错误的 你喝凉水反而渴得越快 很多人认为在大热天 喝冷水、凉饮料 不仅解渴 因此便耗去不少多余的热量 喝凉的水能够解渴吗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你喝凉水反而更解不了口 据科学家研究 用红外线温度记录于 对喝温水者和喝冷水者的皮肤 进行彻底鉴定表明 喝热饮者的人 皮肤能够降低1-2摄氏度 而喝冷饮者只能够让口腔周围变冷 同时两者的自我感觉不同 喝温水者感觉清凉、舒适、可亦全消 这是因为与体温相近的温水分子 能够较快地排列整齐进入我们的肠壁 所以能解渴 而且喝温水的话 能够带走体内多余的热量 这样喝水比人体无害 然而喝冷饮者会不断觉得口渴 因为要从口腔和肠胃中吸收热量 内脏器官突然变冷 间接的会影响到我们消化不良 严重的话会导致胃痙磷或者腹泻 正确的喝法应该每天习惯的喝温开水 温度应该为18度到45度之间 第二种健康物器 人们都认为多喝矿泉水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因为矿泉水里面附有 钙、酶等多等微量的一个元素 它也是含有矿物盐、二氧化碳等气体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多喝矿泉水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但是如果过多的饮用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分泌 还有我们的胃消化功能 还会影响胆质的形成和分泌 进而会影响到我们人体内的酸碱性失调 我们应该适当的饮用水 最好是喝温水 不要用太冷或者是太热的水 我们也不鼓励煮沸腾了过后的矿泉水拿来饮用 否则无法被充分吸收 它会影响到我们感官上的不适 第三,长期喝纯净水不存在健康隐患 这是错误的概念 纯净水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最干净的水 是通过蒸馏和反射透技术 在饮用适当的物理加工法进行深度处理水 它能够消除对人体有害的细菌、病毒、化学物等等的微量物质 也同时去除了人体有用的微量物质 这样长期喝纯净水并没有更健康 反而更危害健康 再来纯净水的溶解度最大 它作为人体废弃物的载体 它能够载走人体内有用的用素 并把它排出体内 这样对健康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使用均衡的饮食 并搭配适量的纯净水才是最佳的方案 总之把喝温开水当成一个习惯 这就是最好的健康方案 我是Mandy 我是Marian 我们下个视频是关于五岁的健康务期 锁定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 离开之前别忘了三连机 点赞、订阅、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一起来学习吧 拜拜